林鄭月娥說回港朝令疫情非常嚴峻 推出新一輪抗疫措施 包括延遲中韓民憑市 去到4月底才開口 幕後亦都不會復誤 政府只是提供緊急和有限度服務 你都會即時檢控違反檢疫令的人 今日有4個人被送到金閉式檢疫中心 先由浩庭報道加強檢疫的措施 確診數字近日大幅上升 大部分新個案都曾經外遊 林鄭月娥說非常擔憂 隨著相信還會持續起碼兩個星期的回港潮 形勢十分嚴峻及危急 由海外輸入個案引發的疫情 比香港過去抗疫兩個多月的任何一段時間 都更加嚴峻 更加難處理 亦更有可能會導致大型的社區 大型又持續的社區爆發 病因需要治療的確診人士大量增加 癱瘓整個醫療系統 他說專家認為檢疫設施 病毒測試試劑等都不夠用 在處理現在疫情的同時 亦都要保留餘力應付將來可能出現的新一波疫情 宣布加強檢疫措施 政府會在機場加強入境人士的病毒檢測 會盡用資源派瓶仔收集樣本 盡快運出確診個案 為何不安排所有入境人士都先去博覽管的檢疫中心 嚴過沒有事先放行 每天在機場進來 絕大部份是香港居民回來 這兩天還在說六、七千人 所以如果你說我們一定要放這些六、七千人 在一個地方 讓他們拿了樣本化驗了 出了結果才可以離開 是在說很長的時間 所以這個根本是不切實可行 又接受家居檢疫的人 在網上發佈自己 拆了電子手帶或戴手帶外出的照片 警方加強突擊巡查 晚上到蘭桂芳檢查 有沒有人戴了電子手帶 林鄭月娥說 找到違法的人會即時檢控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透過電子手帶監察到四位人士 違規離開了家居 警方已經馬上上門 沉獲他們 衛生署將轉送他們入住禁閉的檢疫中心 而警方亦都會向他們落口供提出檢控 至於新到港的外傭 平均每日有550人 他們入境之後要接受14日檢疫 一般情況之下 除了勞工處處長批准之外 外傭需要住在僱主的處所 現在有特別安排 如果僱主安排外傭臨時住在酒店 亦都得到衛生署衛生主任批准做合適的檢疫居所 就不用勞工處處長批准 有線電視記者劉庭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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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